渐两月的演艺圈很是热闹,和渐渐转凉的天气明显很不相符,除了两部同样大制作的庆功戏在battle之外,末位男女人的饭圈也是热闹异常,该位男女人就是凭借网剧《震魂》到红大子的朱一龙。 朱一龙凭着在《震魂》中可文和武,可言和甜的表现圈分无数,但是大家谁都没有想到她的粉丝会如此的疯狂。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,在《震魂》集主绝大火之后,粉丝曾经做到过一个小时,就集思五十八般的壮局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,自从朱一龙音《震魂》大火之后,她的粉丝经常将她和其他明星捆绑在一起进行比较,粉丝维护自己的偶像本来无可厚非。 但是为了捧自己的偶像拉采别的艺人是饭圈大忌,毕竟其他艺人也是有粉丝的,就连本来合作很愉快的白鱼,也被朱一龙粉丝疯狂的攻击过,明明是银屏上的最佳搭档,却被粉丝搞得乌烟瘴气。 当然,本来都搭档因为粉丝之间的恩怨,导致分刀扬镳的并非恶力。 大家应该还记得,伪装者,你的明龙和明成兄弟吧,该值得播出让两位大火,但是大火之后双方本丝开始互撕,至今,两家粉丝似乎仍旧是水果不相容的状态。 不过,朱一龙的粉丝显然是不走寻常路的,因为在和白鱼的粉丝battle之后,他们还先后和陈伟霆的粉丝大战过三百回合。 甚至因为朱一龙是否是某杂志的封面和该杂志的,朱一龙进行过口水战,而且为了突出朱一龙的天人之姿,还将谷田乐爱在地上摩擦过。 还有魏晨,焦恩君,王凯等人都被强行拉来和朱一龙做过对比,最让人不理解的是朱一龙粉丝还点名过赵丽颖,曾自己偶像的热度真的是四遍演艺圈,无敌手啊。 最近几日,朱一龙的粉丝和陆寒的粉丝,还进行了多次的口水战,看来真的是新一代流量和老一代流量的正面battle啊。 最近的一件事是一位博主为了吹捧朱一龙的演技,拉踩了陆寒,趁陆寒演技木了,虽然话操理不操,但是一代流量小生陆寒的粉丝也不是赤素的,双方当场就开始了正面跟两大顶级流量粉丝之间担任, 当然成功的引起了路人的关注,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年轻一代,和陆寒一起同时被朱一龙粉丝点名,的还有一位真正的大咖,梁朝伟,曾经朱一龙的粉丝为了捧颜值,就说过朱一龙的策研和梁朝伟审刺。 如今,同时又将陆寒和梁朝伟拉下了水,当然,和拥有众多粉丝的流量小生们,梁朝伟在演艺圈怎么着,也算是前辈级别的人物,有作品就荣誉有地位。 就这样被粉丝拿来,当朱一龙的电脚石,这件事放在梁朝伟任何影迷身上都是难以接受的吧? 难怪网友在看到梁朝伟三个字,那时候就说朱一龙的粉丝大概是疯了。 梁朝伟粉丝当然不干了,于是大咖的粉丝就忍无可忍的下场了,就像开篇,说的那样,为了捧自己偶像而拉踩别的艺人示范圈的大器,除了引来口水战之外,还很容易给自己的偶像招开。 朱一龙出道多年,能凭着网剧震魂,有今天的流量着实不容易,如果因为粉丝的缘故导致她的演艺圈遍地树敌,那她的演艺道路恐怕,真的难以长远吧,还是那句话,粉丝要理智了呀。